香港變成了警察自香港 特首都是聽警察的說話 警察說什麼就說什麼 就好像警察國家那樣 今天看法官怎樣 但是都沒有什麼驚喜 抓民主派已經是香港政府的日常 每天都抓這些 天天都要說國家安全 但是人民安不安全呢 沒有說到 他只是說國家要安全 反對派安不安全 你覺得他們已經看到100周年了 有殺錯沒有放過 把所有反對聲音 與民家狀態 但是你覺得他們怎樣做呢 其實是不是這個政權反映了他們的內心 其實 建黨100年了 在今時今日還要人講愛 政黨它自己是不是虛血了 如果你是用良心對日 對市民就根本不需要了 愛是互相尊重的 這一點 你真的會被人家遭到 你不需要了 起訴 我會被人家遭到 你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了